朝鲜政府宣布将允许外国人入境 但需接受医学隔离 引发国际社会关注 据报道 朝鲜政府宣布自2023年9月25日起 将允许外国人依照规定入境朝鲜 然而 入境的外国人将需要接受为期两天的医学隔离 这一政策调整表明 朝鲜正在逐步放宽其国境管制 允许外国人入境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民间防卫武装力量阅兵式8日 在平壤的今日城广场隆重举行 俄罗斯总统普京 9日就朝鲜建国75周年 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普京在贺电中表示 他相信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 俄朝双边关系将继续在各个方向上 获得系统性发展 而这也符合两国人民利益 并将保障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安全与稳定 朝鲜将继续加强与世界卫生组织 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 为全球抗击新冠疫情做出贡献 朝鲜此次开放边境的消息 引发了外界对其动机和目的的猜测 你认为朝鲜开放边境 会对全球产生什么影响呢